我错了吗 台湾的数字远远落后遇大陆 就连科技也是远远落后遇大陆 大陆才是最先进的 二十二十 一二十 往后退啊 你不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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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负他嘴不上来 你嘴什么嘴 你不急死了一会儿了 我来大陆才是 大陆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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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米多 上一期我们讲的传言类最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 最强我们一起来聊聊盘点大陆先进的地方 以及台湾落后的地方 我认识太低了 台湾那边数字低 我们大陆数字非常的高 那我们来看看 一二往后退啊 我们大陆已经甩台湾几百条件 好了回归正地 大陆数字究竟比台湾的 数字会领先多少呢 究竟差距有多大呢 首先我们来说说台湾的公交车 台湾的公交车上 只有四千千人还要帮忙给 这人可以给他拿人来 帮忙推车 收好放回去 台湾的公交车司机到了站还要帮残职人铺好桥架 推着轮椅下去 耽误了多少时间呢 车上那么多的乘客 谁不赶时间呢 你还帮一个残职人推车 耽误多少人的时间 这数字也太差了吧 你这个残职人士 明明自己出行都不方便 还要去耽误大家的时间 没有一点政治之旅吗 还有你这个台湾的公交车司机 也是的 你为了一个残职人 耽误了这么多人的时间 你不感觉到惨慧吗 是不是数字非常的差 在大陆啊 早就淘汰了这种制度 残职人就不应该坐公交车 坐轮移就应该在家里 不要出来耽误大家的时间 就在家里等死 应该随时大陆的公交车 大陆的公交车根本没有残职人 你根本就挤不上去 因为腿脚好的也不一定挤得上去 就算你挤上去了 就因为关不上门 也要一早把你踹上去 看到了吧 那一个人挤不上去 耽误大家时间怎么办 一脚直接踹下来 这样做啊 大家才不会耽误时间 告少旅 还有一个我们的地铁 北深广深一线城市的地铁 上下班排队数据和少旅 可谓非常的高啊 请看 这样年几人都没有少旅啊 节约时间 再说马上就冬天了 有人怕冻脚你 急一急给你温暖 又能提到少旅 真是暖心啊 有时候还会为了 谁先挤上去 谁是后来的 过上线样 这样裤上千样的传统 总算是保存上来了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样的数字是不是刷开 台湾只十条街呢 我们一起再来看看台湾的地铁 一个个不景不望的 毫无数只挡住别人前进的道路 我们一起看台湾通话 下午晨是什么 在台湾整个六点 我每天都在台湾都聊了 从高中 一只想着他无数是要人大马手的时候 我一直不打开 你上个电梯还要靠用 当入这种快褶皱上班的季度 如果两个人同时并排9电梯 你是不是把人家的路挡住了呢 是不是数据非常的差 如果一百分之满分的话 那台湾的数字就是加一了 还有河南那边产药材产红薯事件 河南那边产药材产红薯事件 中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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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大陆的一些农村的大爷大妈 烘茶田主红薯药材亏自己家 穿都穿不动 田主追着叫 我们才开始收场扁解了 扁解了 太多人烘茶了 最后田主只能坐在地上崩溃的大姑 其实道路那些某些地方 某些人说是真的好差 这样一对比台湾真的没有可比性 视频一开始我说的都是反话 我相信大家都是聪明人 看了最后懂的都懂 对吧 好了这期视频到这里 关注我们之家 准备